佛告诉我们这个诸法实相 我们总要记住 诸法实相是什么 凡所有相皆是绝望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 要牢牢的记住 经纲经上说的 常常用这个回光返照 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 肉身还在这个世界 还关心大众这些事情 这是菩萨的慈悲 不忍众生苦 暂时放在心上可以 不能长久放在心上 长久放在心上是佛号 暂时这个念头不障碍佛号 这是大悲心 我为什么往生西方 为成佛 成佛为什么 成佛为他度众生 现在我想帮助他 心有余而离不足 我帮不到 我到极乐世界去留学 成佛之后再来普度众生 这就对了 给你的心 给你的愿 完全 完全 相问候 这故得心不颠倒了 记得往生 郑诸小本 唐语 于悲华年金 此一一写 这一句话是 华年老说 游戏大师 在《弥陶金注决》里面 说的这段话 我们在用小本 唐语 玄庄大师翻译的本子 跟背华金 你看看 小本唐语 明 趁赞 净土 佛神授金 经文里头这么说法 黎明纵使 无量受佛 与其无量声闻弟子 菩萨众居 跟着佛一起来接吟的 有声闻弟子 有菩萨弟子 前后围绕 来住其前 住在 这个 求王僧的这个人 在他的面前 慈悲加油 灵心不乱 你看 这句话就在这里 那是佛的慈悲 加辟 保佑你 帮助你 这个心不乱 就是一心 就是真念 可见 凡夫临终 心不颠倒 一步散乱 正念 痴迷 全音 弥陀 慈悲加油 之力 第二个 你老提醒我们呢 我们对 弥陀要感恩呢 真正 真正感恩 就是求生 净土 你真求生 净土 纵然业障 严重 他还是来 接吟 你 在接吟 那一刹那之间 他也为 一生加持你 让你 杂念 妄想 不起 短暂的 那一念 就往生了 经常讲 一念十年了 一年的时间短了 十年的时间不长 就能往生 这是 弥陀 为神 价值 下面 引 悲华经文说 啊 有 悲华经语 临终 知识 无大 与大众 围绕 这个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于 声闻 菩萨大众 围绕 献其人情 这就是 我们讲的 病危之人 欺人 见乎 他见到了 他还没断气 看见佛在他面前 也看见 菩萨声闻 围绕着 弥陀 阿 得行 欢喜 看到佛来接应 欢喜行 阿弥陀佛 就是他见到佛了 力诸障碍 即便 世神 来生 莫介 他就能 世神 跟 阿弥陀佛 走了 这是 佛力 价值 慈悲 到极处啊 这是 人人 可以做得到的 那只要你有 真发心 真发愿 那对这个世界 没有留念 所以 功夫是什么 真正的功夫 就是放下 放下万愿 一心 真念 真念就是 余佛号啊 除此余佛号 什么也没有啊 那这样啊 就对了 就能感到 在临终那个时候 让你看到 阿弥陀佛 看到佛周边的 菩萨声闻大众 来接应 真面 经上所说的 一点没错 不是忘语 是真话 这种 这种状况 你真的 见到了 见到你 欢喜 跟佛走了 身体不要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 祢 陀佛